每年的4月到6月是台东毛蟹的盛产期 不过今年的情况很特别 已经到了6月还不见毛蟹的踪影 当地居民怀疑可能是因为去年的八八水灾 破坏了毛蟹的栖息地 使得毛蟹数量大幅减少 台东县治本溪和泰玛里溪 每年的梅雨季都有大批的毛蟹 远离山上的漆地到出海口残染 很多民众也站在湍急的溪里 拿着雨网捕捉顺水而下的毛蟹 牢一整晚还可以赚到不少外快 但今年盛产毛蟹的资本溪和泰玛里溪 同样有梅雨季带来的大水 溪流也一样浑浊湍急 可是却没有发现大批毛蟹出现 他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当地居民最近那个雨季来人 他有来这边抓都抓不到 今年没有那种粥很多 怎么粥呢 因为自从八八水灾之后 河床全部改到土石流全部淹下来 它的栖息地全部破坏掉了 去年八八水灾之后 资本溪和泰玛里溪 河床都堆积了大量的土石 河床升高 河套也变宽 上游也因为山区崩塌 提供毛蟹躲藏的栖息环境大改变 有人怀疑 大批毛蟹可能被洪水冲进了海里 或是埋进了土里 数量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多 担心他们也遭受了大自然的浩劫 恐怕需要专家进行生态调查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导